二十大堆 今儿个特别想吃葫芦头 馋的不行 看 酒都弄好了 酒和圆江 我家楼下这儿有一家开了几十年的馆子 关门啊我看 那边是那边搬 那边啊 对对 搬了 谢谢啊 有点悬啊 这很多老店一搬家一换位置 屋边就不行了 这是个铁绿啊 但这家也不是第一次搬 铺桶 铺桶得再要是绑门肉 酒和圆江 喝北京的酒 咱拿个西凤 是不太尊敬西凤酒的 嘿嘿嘿 可以啊 酒包可以 这是下酒的好东西 这一盘太美了 大肠 软热油香 来来吃 这酒还可以 比我昨天喝那浓香的好 它这个是清香 但它这个风味有点 不是典型的清香风味 咋描述啊 可以可以 以这个价位来说相当的可以 这个就可以了 太了了 咱吃个这喝酒就行的 吃啥磨 摩 葫芦头这磨好白 一分钟白好 这跟泡沫的磨是完全不一样的 泡沫那个磨你是死 那不叫白 知道吧 那面是有死一生 里边有生面 有死面 这磨可以直接吃 扫点 所以葫芦头这是冒出来的 泡沫那是煮出来的 不一样就是冒的 你好 这个我这个好了 冒头 好 这是八蒜小妹啊 嗯 弄上一辫子啊 前两天去了趟市场 这蒜现在挺贵的 咋少吃一点吧 给人家省省 先吃这 嗯 想看 咱们一人两个 来 觉得这个酒不冲 挺好吃的 好吃吗 谢谢 现在吃的葫芦头成本真不低啊 小份儿热 四十 这二十一 开店 嗯 这辣子油这个香味 窜得很 想来给我腾 Soft 你看这也没冒头呢 再再冒一会儿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葫芦头比泡沫香 看这餐 是原始的味道 嗯 吃饭 原始的味道 虽然这肥肠泡沫 但它这个 没有一点这个腥瘦味 葫芦头里边这肠 是什么冒的肥肠 嗯 吃到嘴里糯鸡鸡 软毛鸡 可能是我太久没吃葫芦头了 其实这碗葫芦头意外的香 来到他们家吃 这个是辣椒油喝来的 看我这一口 吃着喝白酒太爽了 这个葫芦头有啥关系 关于这为啥叫葫芦头 其实我在我之前节目里边 讲过很多遍 有这么两个情况 一 就是我之前说过的 大肠和肥肠 连接的那一个地方 煮过之后 它形似葫芦 还有啥呢 跟孙思苗有关系 孙思苗当年在长安城里边 听见一个人做肩排肠 肩排肠味太大了 孙思苗就给他的一个 葫芦 葫芦里边放在他的这个药方 这个人把药方 给里边一放 嗯 把这个腥腥味去掉了 他有这么几个传说 没有标准答案 在陕西一张嘴上 一栋牙就是一段历史 一吃啥就是 李世民吃过 什么秦始皇吃的 最不行就是 慈禧太后当年吃过的 我相信这会儿 已经把很多人看饿了 今天这吃的就是 你看着他吃 你就觉得很简单 这家店在泰鲁路这块 开了很多年了 名其一般 但是实力刚刚 东西好 咱西安你就别想减肥了 重油重碳水 你知道吧 太爽了 他们家这个 罐王肉 也属于那种 比较 清淡口味的 烟熏味和油脂的那个香味 美的 我觉得大伙来西安玩 来西安旅游 你的那种 民族自信 文化自信 你会发自肥复 油然而生的 西安是最像中国城市的城市 现在这种千成一面的这种趋势 是太害怕了 爱吃肥肠的朋友来了鲜 千万别错胡同 来最后一口 今天这家店 我要给个四行 我让他把那个 辣植油多加了一点 特别香 棒棒肉也好吃 消费74块钱 一个人来说有点小贵 但吃的很爽 葫芦头比泡沫好的一点就是 葫芦头店基本都能喝酒